在日本有一家高级餐厅,有一道特色网红美食,在当地非常的受欢迎,老板靠着这道美食收益日尽抖金,大厨靠着这道菜名声雀起。 现在老板坚决不把大厨放走,只给大厨涨工资,年收入百万的大厨,现在在行业里赫赫有名,很多小厨师都跑来向大厨学习经验,大厨则表示这是他的饭碗,等哪天赚够了,就把它传出去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,这到底是个什么美食,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吃呢? 大厨说炒饭的做法并不复杂,和传统的蛋炒饭是一样的,其实非常简单,就是靠最后的点睛之理,先起锅烧油,将打好的鸡蛋液倒入锅里,煎制定型再打散。 大厨很喜欢中国的美食,年轻时就在中国的新东方学校学了两年烹饪,后来出学校后又去了大饭店里面实习, 在那里当了一年学徒之后,由于他的努力优秀,他被晋升成为了饭店的第二大主厨。 又干了三年,因为日本的父母太想念他,让他回国就业,大厨拗不过父母,只能辞退在中国的工作,拎包返乡就业。 接着倒入提前煮好的大米进去翻炒,但炒饭制作可不能少了颠勺这一块,这是每个烹饪学徒的必修课。 就这样反复颠勺按压,肉眼可见的大米粒粒分明,颗粒饱满。 既然是淡炒饭,那肯定要搭配葱花,再加点盐巴继续翻炒,接着就是这道美食的神猪公上场,日本人必不可少的一样调料,吃生鱼片的时候最爱站着他吃了。 朋友们,你们想到了吗?是的,没错,就是酱油,大厨加入半勺酱油,大火继续翻炒,让酱油的颜色渗透到每一粒米饭里。 你们看,效果马上出来,已经非常有食欲了,热气腾腾的蛋炒饭已经可以出锅了。 每一粒大米色泽饱满,这样一看和我们在外面吃的没什么区别呀,就是这个蛋炒饭颜色黑了点呀。 大厨说这还没结束,接着大厨拿出模具按压蛋炒饭,这模具不错,每一粒大米都给按进去了,杜绝浪费粮食。 挤压好的蛋炒饭放到加热的铁锅脱模,这就是一份成型的蛋炒饭,看着就已经流口水了,看这蛋炒饭很熟悉啊,像不像是蜂窝梅呢? 大厨给它取名为蜂窝梅炒饭,也就是这家店里的网红美食,很多人为它而来。 你以为这就已经完成了吗?不不不,点睛之笔还没上场呢? 这还是个半成品呢,重头戏在最后一刻将白酒倒入铁锅上,点火燃烧蛋炒饭,这不更像是一个正在燃烧的蜂窝梅吗? 倒入白酒的做法是为了提升蛋炒饭的口感,高度白酒的燃烧下更加松软喷香,同时也是能够通过一些小把戏吸引食客进店消费。 怎么也没想到,现在生意竟然那么火爆。 大厨当时是在日本参加烹饪大赛被老板看中的,老板说幸好当时没看走眼,一眼就发现了正在散发光芒的年轻人,大厨给他带来来巨大的收益。 这么别出心裁的一道美食,口感自然不会差,价格也不是一般的贵,在外面普通的蛋炒饭价格是十几二十块,这一份竟卖到77块,7这个数字在日本代表幸运。 老板希望食客们吃了蜂窝梅炒饭,获得双份幸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